好 主播各位觀眾 雲林縣斗六市區中山路 是發生一起嚴重車禍 時間就在17號的中午一點多 那民眾拍下這個驚險瞬間 一台白色轎車 突然加速往路邊猛衝 把一個正要取餐的熊貓外送員 連人帶車給撞倒了 那就像是打保齡球般一路衝撞 把路邊停放的六台機車跟腳踏車 全部推撞在地 把民眾都給嚇壞了 讓我們來聽一下他們怎麼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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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沒有什麼 我說你怎麼要報出財 他們就聽他鬧說 那他們沒有報 他們自己要報 市委62歲陳姓女子 所駕駛自強客車 在九六日中山路往四七行駛 安慰陳姓女子精神不濟 不慎將車輛死往路肩 好 這個無辜被撞的35歲 南外送員是飽受驚嚇 所信送醫檢查後呢 是沒有大礙的 只有受到輕傷 那原警表示說 女駕駛坦承 她自己是疲勞恍生 把油門當煞車踩 才會釀貨 那警方為了保險旗艦 還是要求雙方都要來酒測 那酒測後呢 是沒有酒精反應的 不過呢 導致說有人受傷 而且還有六台機車 跟腳踏車被撥擊 算是嚴重車禍 那警察局強調說 民眾如果在開車上路前呢 還是要充分休息 免得造成他人的危害 那以上是我們掌握資訊 時間召還給 同類主播 想擴大國際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 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